好了,回到新一集的攝影情報室 我覺得這兩天比較好看的攝影新聞 除了Z8之外 就是兩支Bundus 50mm 1.4的鏡頭重新推出 那你會說,如果我未用過Bundus 51.4 或者未用過Bundus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次這麼有巨頭呢? 就是其實很有趣的 新的設計就是它用了一個彩虹的肝雲 那大家可以看看圖什麼是彩虹的肝雲 就是開1.4的時候 就有在卡式版本的51.4 就會有彩虹的肝雲 做出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那你會問艾倫 彩虹的肝雲是怎樣做呢? 其實是牽涉到計算的 在鏡片和鏡片之間 以往來說其實很多鏡頭都會做遮光的設施 例如會在鏡片的邊緣有些黑色的油 又或者是在鏡片和不鏡片之間加遮光片 去到某一個光圈 遮光片的作用 例如比較大的光圈1.4 遮光片的作用減少了 就會有一個光雲 而往的光雲多數都是一個光圈 可能一個黃色、金色的光圈 傳統來說Bundus手動的鏡頭 很多都會有這個光圈的 例如是15mm、3.5mm、手動的鏡頭 但這次就是透過不同的道模 透過準確的計算 就是在1.4光圈之下 如果向著太陽影 卡食版的新的51.4是會有這個光圈 它也奉送一塊ND filter給你 那你就可以真的又用Filter去玩一些特別的效果 雖然兩支鏡頭的價錢都一樣 而且現在初步看 就算你不買卡食版 就算你不買卡食版 買新的HD度膜的版本 HD就是 High Density 或者 High Index 類似的意思 它就會給你新的現代鏡 當然你會問 如果你是賓得用家 你要追求完美的 那你跟DFA星51.4有什麼分別? DFA星51.4是去到八九千元的 而且也大很多的體積 解准力也高很多 那純粹是一支現代鏡的51.4 而現在新的HD版本 就用新的HD度膜 跟三公主的新版本一樣 三公主的新版本一樣 那你就會發覺 那支鏡頭本身 真的完全出來的效果 在contrast上高了很多 而且對色彩的還原是準確了很多 所以這次就有趣了 就是用這個技術 就是為兩支做一個分野 還有做一個產品的 就是一個界定的定位 所以出來的效果也挺特別的 好 補充資料就這麼多了 那下集再見 拜拜